6月底这一波会结束吗 困难 6月底也能看见疫情的尾巴吗 疫情指挥中心ACIP召集人李秉颖 答案不乐观 包括新加坡 包括美国 我看他们的 他一换宽了以后 马上就确诊人数 上千上万这样子上来 然后就再下来 这个时间呢 差不多四五个月 你要让他到 完全下到正常的话 可能要差不多半年左右 依照国外经验来看 约略要半年 流行曲线才有望下降到正常 眼看国内社区风险越来越高 至今人无疫苗可打的 五到十一岁儿童 该如何是好 新冠感染以后 儿童的致死率是万分之一 你打了疫苗以后 这些儿童产生严重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 万分之零点一 是十分之一 而且呢 这过敏性休克跟新基因 很少致死 即便儿童感染后 重症率低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就社会成本来看 儿童感染 必须要停班停课 一旦住院 陪病家属 也有染疫风险 个人还是建议 还是可以开放 让家长选择 如果完全不开放的话 其实有些小朋友 他比较有可能 他有一些基础疾病 或者说他便宜比较差的时候 如果一旦能上Omicron的话 他的便宜状表现的症状 或许会比一些 健康的小朋友 要上Omicron 会比较严重一点 那有关于疫苗 相关的FDA的审查 进来技术性的资料 也都review过了 辉瑞的应该 送的比较晚 资料 所以现在还在review中 那莫德纳资料 已经被审视完毕 那就这两天 就请他们尽快来召开 究竟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12岁以下学童 接种政策 不止专家 看法不一 也是父母心中 最两难的选择题 欢迎收看 叶秉杰黄佩凯 听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